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再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 任嘉伦一定能轻松驾驭 不过 不少网友担心这是一部大女主戏 作为何欢瑞的分手剧 角色高光肯定不会完全在他身上 而优酷副总裁在微博世界大会上谈到2024优酷的古装重点项目时 他将任嘉伦的凤凰台上和赵露丝珠连玉幕 谈送运赎紧人家 吴锦严莫与云间放一起了 并强调 这些古装剧会融入现代价值观 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会关注真问题 形成真话题 会让女性角色去拥有丰富完整的职场的路径和人物的胡官 成为当代女性的一个自我投射 从优酷副总裁的介绍来看 凤凰台上这部剧会更加关注女性角色的塑造与展现 不过 目前凤凰台上只有平台任领了男主任嘉伦 女主暂时还没有官宣定论 可见任嘉伦还是抗拒的主力 咱有实力 有流量 有口碑也不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